所以市不會一一下見底 為甚麼聲音升上去 很確定 告訴你 要升穿22500再上去 但我覺得也遲到這時候 在策略上沒甚麼太大改變 最尷尬的是 說明會不會兩萬二的位置 市場都市場一百天才行出售 那我真的拯иг不了 那些在兩萬二才出售買東西 或在美股上面 一直不肯面對市場跌下來的情況 我覺得是一樣的 你要審視一下整個部署策略 我会建议投资者在这些市况上面 尽量挨下去 但是如果你低位又没买 2万2千出手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买 但是这一刻你就移分2万1 来做止销位先 都不会建议你立即走 但是之后市场越来越难玩 我会对这类型的投资者 来讲小心一点 但是市场就由2万留下开始 就炒政策见底了 现在上帝 所以短线回调到600点 问题真的不大 记住就是说 美股都向到试下试了3月份低位 那你港股现在还是2万1这些水平 跑赢市场收货的了 那问题就是不要预期 港股突然间有个大升格局在 我看好的 但是可能整年看到2万4、2万5左右而已 现在才是年中 还要上个星期到2万2 那你会不会做一些很激烈的部署 不会的 但是当然如果你分住吸纳的话 在2万2的时候加住 没问题的 至少你低位有货 这一刻又可以首先 所以我最重要的策略上面 配合现阶段的股市状况 港股我们就会建议逢低吸纳 那如果你譬如忍得住 只是没有买的时候 那些位置可以试试上车的 如果你不是很多货在身的话 但是当你很重货在身 甚至是2万3万点 抓下来的时候 你会没有办法做 最重要就是看看你的股份 是值不值得搜下去的股份 是不是真的基本因素 其实是OK的股份 我们会这样去看 你觉得这个星期 有没有机会 就是长一点 这个星期或者未来两个星期 有没有机会出现第二个黄金交叉 20天线有机会升穿50天线 我认为出黄金交叉意义不大 是 就是你无论是出黄金交叉也好 不出黄金交叉也好 我给一个投资意见 都是说分着买 是 就是我们在2万点的时候 都建议大家买东西 但是分着买而已 这一刻你不会存齐货 我们很肯定的摸底 因为那个股票市场上面 从来是股底 不会这么患的 是 所以就算出不出黄金交叉也好 出完黄金交叉 接着有个理大物消息 在这里又可以出死亡交叉 如果你做短线部署的话 是的 那你出到黄金交叉你就追了 但问题现在出了 你这些位置可以试一下出手的 大不了两万一只蝎 短线部署我们就是说 常常说try and error 走试完就走 总有一次中的股中就OK了 但如果你在做摸底部署的时候 你摸到一个靓底 你怎会走呢 你在做一些冲长线部署 一定会比较适合 短线的话分分钟落车后 上不犯了 现在你要面对着问题就是港股 恒指是两万点 升数两万二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你知道其实升市上面 就是深水清的都知道 这一段升浪 那些东西升得不是很平均的 就是不是很平均 特别是高beta值股份 升幅是很夸张的 大概30至50%左右 但是升得50%的股份 在过去一年来说跌了80多%左右 所以简单来说 整天投资市场都 你问不只是我 是人都会说的 投资市场高风险代表什么 高回报而已 这段时间就是纯粹反映着这些东西 你说是否股份确认底 我就不敢很老实地回答你 如果未来美股还要插得很深 环球经济 大家觉得真的是经济创缓了 我们都在说港股 内地股怎么可能独善其身 可能会以次探底 再试万八点水平 但是问题是 你的分柱级纳就OK了 所以那个分别就是 在2万点做分柱纳纳 你不用分太多 现在分柱纳纳纳的时候 你可能更加深深 甚至一个策略上 可能2万点我们说 Eco的分柱纳纳 这一刻的话 你可能以50万来算的 你先买10万元 下次下去再买20万 然后再买20万去退 甚至你会有60万 10万20万30万这样退 这样便是安全 但是如果纯粹是短线炒作 这些位置你预计了 是指洩指赚的 我觉得就不容易 我都不太主张大家这样做 好啊